我們就是恭喜Larry 我已經在得到超過新曲獎 年度新人獎 謝謝 我跟新人獎這張很難得 因為每一個人出什麼人都沒有特意的新人獎 新人就是在越豬哥那裡頭 過了一年後就會知道了 就沒有辦法 不要拿他人獎 所以呢 真的很難得得到這個新人獎 所以也是一大的肯定 當然我們也是上次要來是從這個新加坡的絕對 Sulbert打星光大道當中的人氣王 真的有 對啊 對不對 那這人就要請個大師傅名字嗎 有啊 是當年的事 對 欸有時候這女生的經歷我的家庭很棒的曾經好不好 對 可是剛熊梅跟那個唱片公司訓練的公司 因為要補兵力所以希望辦法 那本個三年我們才等到了Darick的第一張個人專輯 那真的真的推出的第一張個人專輯過後呢 就有了那種非常好的成績 過了當地也就是新加坡 擔任這個銷售人最高的紀錄 這麼好的成績第一次出專輯 這麼好的成績 所以就是那邊這個壓力多遠吧 這壓力其實還好 只不過這個成績對我來說是一個伴侶 因為我從來沒有那個想不到再成績到 所以我當時只是去玩玩看的 因為當我聽就覺得 欸是時候好好的把我自己沒人學到的東西 就一次過就成績給大家看了這樣子吧 因為一直在這樣齁 一路一路走來的其實真的很辛苦對不對 對啊 而且就是在專輯裡面呢 中路的這個無法歸類呢 也是一首舞曲 然後我們也 對對對 所以我們沒有看這個舞蹈 跳到好看 他也知道那個看那是美麗的舞 對 非常好看 那是看到你這幫我跳舞 那是因為自信有人接觸過這些 媽媽的自信家是很小心就有這個舞蹈 因為我自信沒有跳舞 哦 就是在音樂出戰結束 那時候我跟他發電的時候 我就在那個去年五月份 我就去到那個台灣跟大陸老師學校 什麼老師大陸老師 大陸老師 嗯 就羅斯祥的舞曲 哦 對老師 對 然後那時候 之後就發電了 然後就 為了這個 這張專輯跟這首歌 別人廣告 然後就 從那時候就聽到現在 就覺得你好像很穩健 就覺得你好像很穩健 而且還很穩健 就感覺很穩健 就感覺很穩健 感覺很穩健 舞蹈底很穩健 好 謝謝 謝謝 我覺得那個 因為現在專輯也發了好正直 所以我就 接下來就也就再籌備我們下一張專輯 然後也希望就是 同時也會有一個新的突破 小師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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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唱歌 等一下 你一個不想知道 但是你知道你旁邊的小明星嗎 對啊 他們都不想知道 真的有小師傅 你小師傅 你會聽錯啦 我會聽錯 我會聽錯 好嗎 其實我也是這樣就是 想唱歌也都要聽 對啊 那你們也要唱歌嘛對不對 對